我的灯 犹豫啊 秋节 让我们一起倒数十个数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有请李雨昕引风 谈前不上感情 你怎么了 合途 我没太明白啊 但是今天这个想法 你要找营销 两个最好的营销公司给你留了 但是石头老师给我留 总经理组助理 我给你的滚赔生 是因为石头老师给我的工作岗位 我并不是 这个时候就反映他性格当中的一些缺点了 就是福磊最开始说的 该印的时候 他软了 我觉得他的选择没错 他更适合在甲方公司工作 他不适合专门去做营销策划 今天全是你倒的乱 真的是你倒的乱 你们俩已经赢了 赶快写下你们的薪酬 别把键盘戳坏了 反正我说我今天要定他了 雨昕啊 你就算了 回家吧 李雨昕 李雨昕你必须PK给我 他说他要定了 你好像很久没有这么 两位女王 来要一个人了 一万 我先出的一万 好 接下来三个女人 一台戏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 他这一万是不是有点高了 我感觉 的确感觉情感分比较多 理性的成分少了一些 刚才我们从他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 有点选择恐惧症 我们说的哈 体现了三点都不太适合做策划方面 一个目标性不强 第二准备功课 显然做的不够 第三专注度不够 这三点是这个做策划人员的硬伤 所以如果你真的得到这样的岗位 一定是在这几个方面特别特别的加强 所以说刚才石头说的很对 就是你应该从基层 如果真的想做策划 是先学几面 所以他现在真的不适合进入你们这个 以翻公司去为别人做策划 而且大家刚刚看到他的性格 也是属于决策能力相对弱一点 所以他自己选择从助理出发 这是非常好的 15秒钟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学营销 从甲方出发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不是 李雨琦没说的 她不公平 你得让李雨琦说话 15秒钟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学营销 从甲方出发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不是 李雨琦没说的 她不公平 你得让李雨琦说话 对 我觉得 健康有益 咖啡随 谢谢再谢 你的选择是 健康有益 小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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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问你一下吗 因为尹峰对你的热情 像一把火 你就像灭火气 对呀 对 他都说要定你了 你怎么会这么个结令 对呀 我觉得 我可能在李总的公司 能学到的东西 就是因为全方位 全方位的一个发展吧 然后在尹总那边 因为做的是我上手的事 这样的话 我会 如果再遇到一个瓶颈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没法突破 这样子 要知道尹总 因为他比想背药 好多关系 受伤了 受伤了 我真的是 心碎一地呀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特爱你 再见 我觉得还是 像那个管老师说的 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找到简约APP 我觉得 做这个企划专员 能够更好地 为我做策划 打基础吧 以后会 珍惜这种机会 然后努力做更好的自己 同时也为企业 创造更大的价值 看到现在这个场面 我第一个想说的话 就是说 我为向天表示高兴 为他高兴 但是我同样为刚才 从德国回来的赵敬 抱冤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想说的就是说 德国来的那个研究 硕士研究生 唯一毕业的那个 唯一毕业的那个 硕士研究中国人 拿7500块钱 对 其他的我都不想再去说了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一次的一万家 表现的是一种饥渴 什么样的叫饥渴 就是一个老板 可能会认为 这个人就非他莫属 然后就是想要他 所以他可能会 抛开自己的理智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女老板们 遇到自己特别中意的 可能就会更是感情用事一些 有请下一位 大学期间在唯一部当干事 策划一些舞台活动啊 延待晚会啊这些 昨天就说时间很紧 然后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打工 我的优势就是 善于他人骨头 然后比较独立 学生人员比较强 一小两年就想 找个环境 找个平台 然后好好发挥自己 提升了自己 国际商务专业 今天来到费尼莫属的舞台 想寻找一份管理培训生 或者是助理类的岗位 或者是12位boss 学得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学老师挺好 这里的简单 我给你请教 这不是鲁鱼吗 你看这瘦的 头大的 他的脖子比鲁鱼粗 怎么这么瘦啊 你知道你刚才下来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叫吗 就怕你掉下来 又瘦还穿高跟 穿了一双踢死牛 那么尖 你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中国赫尔大学不错 还好 是怎么去的呀 自己申请的 然后出去 毕业了吗 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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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什么上面写国外的毕业证 很难拿什么意思 就是确实很难拿 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时候 愿意拿这个毕业证 然后就是压力特别大嘛 然后如果考试不过的话 就毕业证拿不到 然后身上就是各种 得各种皮肤病 然后我也没有去看医生 因为我不想耽误考试的时间 皮肤病啊 对 各种皮肤病 什么叫各种皮肤病 现在已经好了 什么叫各种皮肤病 湿疹呢 那些 湿疹 对 说不定你身体太弱了 然后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得过 学习成绩怎么样 在国外 学习成绩还好吧 为什么要回来呢 为什么不在那找工作呢 因为家人朋友都在国内 那你出去干嘛 那你出去干嘛 就是想学习 想学习 回来以后 11月份到现在 也有几个月了 有这个求职吗 没有 就想来菲尼莫书 没有 就想来菲尼莫书 对 我咋觉得跟他聊天 聊不到一个频道上 反正我出去就出去了 然后呢 家里人都在这 我又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求职啊 我就想来菲尼莫书 我不想在里边求职 那你是找工作 还是来上节目啊 找工作 找工作 因为当时就是 关注那个菲尼莫书很久了 菲尼莫书是一个很好的品牌 哪儿好了 你好我也好呗 多急啊 你是图老师好呗 说要是好 你说他爹吗 说实在的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像他这样去国外 他说很辛苦 毕业生很难拿 有各种皮肤病 好不容易熬到了回国 应该赶快找工作 他没找工作 他非要熬到 到菲尼莫中间 有三四个月时间 我就想不通 这是为什么 就是做个功课 不是要来菲尼莫书 好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你做的功课好不好 好 你别怕好不好 不用怕 我是当了爹的人 我对小女孩 会格外流行的 我来问一下 你对谁最了解 林先生姐姐 你对神仙姐姐最了解 好 说一下咖啡之意 咖啡之意是一个 连锁的餐饮店 然后他那个 大点声 大点声 我太紧张 不要紧张 求职 他的企业有哪些经营项目 最新的动作 有些什么 就是中西餐都有 还有别的了解吗 他现在有几个项目 我想问一下 你四个月的功课 为什么买分简历 做成这个样子 我在这里 温柔一点吧 好吧 好吧 实际上在企业 真实的面试过程当中 我们在第一关 看到他报名表的时候 已经把他刷下去了 助理的职位 显然没有一点 合格的地方 你是不是没经历过 这么大的场面 对 没见过这么多的洪水猛兽 没有 接下来淡定下来 好好聊一下 还是哪个问题 说实话 真的为什么这四个月 没有去求职 是不是没有那么迫切的 这个就业压力 说实话 我就是想 就是通过这四个月 然后好好选一选 好好的什么 对 好好的看一下 好好看一下 那你都看了些什么 因为其实我上菲尼莫署 其实是受我妈妈的影响 我妈妈之前就是 特别特别喜欢 看菲尼莫署 然后特别喜欢你 特别崇拜你 是 然后后面我就跟着他看 我觉得 我就是想来试一试 但你试一试 但是我们刚才所试的是 你准备工作 也做得不怎么样 你连咖啡这一堆 基本的信息都没有了解好 所以你老实回答我 这四个月是不是偷懒 是不是偷懒 有一点 到底到职场上的能力有没有 因为你现在 你的学校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你在学校拿到学位 如果拿到学位的话 你是因为是硕士 肯定要做一个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做的什么 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我在第二环节上面有 如果我就是因为现在你这个简历 我真的刚才那个 这样吧 我来问一下吧 其他不不不不 我这话一定要讲 我看这上面你写 你做过经理秘书 实习的 对 在哪里 就在我们家那边 你自己应聘进去的吗 算是 我是八月份毕业的 然后后面毕业证下来的晚 本来我是想出国 然后因为十月份毕业证才下来 我想这一年我在家待着 我还不如出去找找工作 然后正好我妈说 有个地方照片 你要不去试试 你妈说有一个地方照片 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找嘛 我现在对你妈越来越感兴趣 然后当时她帮我推荐的 关键时刻你妈总能出现 然后她帮我推荐的 然后她帮你推荐的 然后你去应聘就应聘上了 对 实习工作 对 实习的 你每天干些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事情看 然后后面慢慢的是浮印影印 然后扫描 一月月薪多少啊 两千多 两千多 我们来听一下那三个女人啊 女人人懂女人啊 这女生我们现在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我感觉她应该本性里面 还是挺诚实的 只是家里对她宠得不错 你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蓝童语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在座的boss 包括涂老师问你的时候 小心翼翼 对吧 有没有感受到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是若隐若现 所有的面试官都希望我们看到的应聘者 他是透明的 然后第二点 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许你有保留 但是针对面试官问的问题的时候 请你第一时间里 把你知道的 而且能够表达的信息表达出来 我今天真的是挺紧张的 但我问得很累嘛 对 就是挺简单一事 我就问得很累 你每次都不给出 那个确定的答案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你现在整个身材都很骨感 你现在又是一个梦想很飘忽的 如果就一个字找那个岗位 什么是你最强的 就一个词汇 行不行 那你先做三个深呼吸 这是我们在企业当中面试 有时候会用的动作 先做三个深呼吸 这样吧 你爸爸长得像谁 没有 比较更下一点 就是比较接近 哪位 陈总 陈总上来给他一个拥抱 快点回头 好 来来来 我爸爸你别更紧张了 安慰一下他 让他好好发言 加油 好 唯一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乖 乖乖女 他的强项是乖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把第一环节的这些东西中速一下 说一下 文秘吧 文秘 对因为我以前做过文秘 最低薪酬 5000家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我今天做过文秘 我今天做过文秘 我今天做过文秘